哈喽大家好是朋友 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讲一下 目前在目前的这个不太乐观的经济 情况上我们应该 我们可以不叫应该 我们可以从哪几个角度 或者从哪几个领域去 去去挖掘一些赚钱的一些机会 当然我指的都是金融领域的投资领域的 那在讲之前的话还是声明一下 这个视频的话用途只是说 作为教育或者娱乐之用 不作为任何的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我也不是什么投资专家 我只对于我来说 我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独立的投资人 只是一个独立投资人 所以我用我自己的判断 我用我自己的认知来 做出我自己的一个投资的portfolio 就是资产配置 说白就是资产配置 那么仅仅限于我自己的认知范围内 那我们都说人不可能 赚他认知以外的钱 OK所以我所有的在这个视频里面 所有的内容只作为参考 作为教育跟娱乐的用途 我们来谈回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 现在美股 我们都知道现在就是你看全球的一个形式的话 主要还是看美股跟美元的一个情况 现在比特币 比特币虽然说很多人还是抱有一定的期望 因为从技术分析上来说 他仍然是high low的一个结构 high low的一个结构 也就是说他虽然说他有跌 但是他的整体的趋势是往上走的 那没有到这个 这个结构确定下来 那很多人就说我们还没有进入熊市 所以这个熊市的概念呢 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去定义了 那我这样说的是目前比特币 他跟就近几年的一个走势 他跟美股的这个走势是非常贴近的 也就是说美股涨太一涨 美股跌太一跌 那么美股股票其实它是一种风险资产 那么比特币比特币也好 以太房也好 这个是两大主流币 很多人还是将它作为一个风险资产 所以说一旦发生这个加息 或说财政收紧的时候 那么所有的这种风险资产的资金 他会撤出外流 美国加息是在上一次加息是25个基点 那么有有传言说五月份的时候要加到要加五十个基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还加百分之零点五 那本来是计划是这种25个基点25个基点这样子去加 但是加了25个基点之后 那在三月份我们出来的美国的这个通胀数据仍然在往上走达到了八点百分之八点五 那么在那是三月份的数据好二月份的数据是百分之七点九 一月份的数据是百分之七点五 所以我们可以看他一直在往上走的 所以如果说他没有到一个顶峰的时候 那美国在这个加息方面 包括在缩表方面他会加大力度 他加大力度 但是其实按照目前的状况来说 并不是说他这个通胀并不是仅仅是因为印钱引起的 我们都知道在疫情爆发2020年的时候 美国就是利率他几乎降为零了 然后他现在开始收紧 因为通胀实在是太高了 但是如果说你加息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通胀 如果这个通胀还一直往上走的话 那有可能形成恶意通胀的一个一个局面 那么恶意通胀的话 大家可以去自己去谷歌啊 或者说百度去搜索一下 就这个恶意通胀的一个定义 那么其实目前的这个通胀严重的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使供应链的这个 整个供应链它的一个锻炼 它中间包括能源危机 供应链 能源危机主要是这个俄乌战争 然后供应链的这个锻炼 主要是2020年疫情一开始 所有的很多国家都lockdown就是封控 然后很多的这个 就供应链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受影响 再加上今年春节之后 那中国的这个疫情 动态清零的一个制度 导致很多的工厂 工厂也好 然后这个码头也好 都没有办法及时的把货物生产出来 或者运出去 所以这个非常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供应链的这种锻炼啊 就是你这个货物没有办法及时配送到 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货物 不管你是科技方面的这个 这个芯片也好 或者说你是那种日用方面的 不管是什么 你供应链一旦受到了影响 也就是说你到了就是到美国 你东西就是我要买的东西 市场需求大于这个供应的时候 那他价格肯定是往上涨的 那这种情况他就并不是说因为 这个钱硬多了 再加上现在这个民众的消费力 相对来说是比较低下的 所以这种的就很容易形成 恶意的这种通胀 恶意通胀的后果就是完全失控 这个还是蛮严重的 所以经济衰退就接踵而来 这种多米诺骨效应的这种 就比较可怕哈 所以现在就整个的局势不太乐观 好我们再说回刚刚说的哈 你只要这个通胀的数据 一直往上走 那么股市它就一直往下跌 这是一定的 因为人们很怕呀 因为你这个加息是什么意思 加息的意思就是说 我借钱我需要给的利息贵了 我借钱的这个成本高了 所以很多的这很多人就要把这个资金 从股市风险资产里面撤出来 还要还还给银行也好 或者说还给政府也好 就是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借钱的成本高了 我就不借钱了 那慢慢的你你股市也好 你币也好啊 你都会资金就会流出来 然后回到美元啊 或者说回到这个债券啊 所以目前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 所以为什么美股会跌 为什么越加息股票跌得越厉害 那么 越通通胀越高 它这个加息就越快 或者加息加的越 就是那个基点就会越大 所以为我刚刚就是说 为什么说这个恶意通胀 因为它这个通胀的这个一直往上弹升 不仅仅是因为钱太多的原因 而是因为供应链的这个供应链断裂的问题 以及能源危机的问题 所以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不断的加息 那你股票不断的跌 股票不断的跌呢 这个币也是一样的 虽然说币可能反弹会反弹比较快 反弹的可能会比较快 但是他因为现在人们的心目中 还是当当是风险资产跟美股一样 股票一样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标普500的一个指数 标普这五天内的 我们刚才看到 今年今年到现在已经跌了12.95% 这个是标普500 其实这个仅仅是因为12.95% 你看的是不算高 因为你可能看不到的 因为我每天都有统计一些数据 特别是一些科技股 一些新兴的新兴的一些产业 那种小的小的我们叫Penny Stop 就是它的市值很低的 那些跌的很厉害的 都是50%60%的 都很正常的 都大部分 比较大部分 就很多很多 都是50%到60%的 那么反而 这种大公司比如说苹果啊 比如说特斯拉呀 那么他们跌的幅度就没那么大 可能也就是维持在这个10%左右 10%到15% 这个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标普500 那其实真正的那种 市值比较低的股票都已经跌去了 50%60%甚至70% 一点都不比这个币圈 这个温柔 一点都不比这个温柔 好 然后这个 这个我放出来哈 因为 只想说一下 为什么不做A股 其实 嗯 最近这几天哈 大家都看到了 就很惨很惨 当然我自己是没有没有买A股的 我我自己不投资 我是不投资A股的 我可能是会 放一些放一些钱 然后订投到基金 我也不会去看他 因为只是 放零钱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 呃 不玩A股 啊 我们可以看 我们看一个五年的吧 好吧 我们看五年的 比如说美股 标普500 我们看标普500的一个指数 那么五年他的涨幅 就算是现在跌了 他的涨幅仍然有75.12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商政指数 五年 过去五年 跌了 跌了百分之 8.15 啊 跌了805 有很多人说哎 中国发展中国 然后我们来看印度的情况 印度 就是印度的 五年他也涨了90.23% 他基本上在美美国或者欧洲 很多的国家 在五年四五年之间啊 虽然说现在跌了 但是他四五年仍然是涨了 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一百五 嗯 百分之一百五 就这个区间啊 所以为什么不玩A股 其实数据你可以看到 大家可以看到啊 可以看到的 然后这个是伦敦指数 过去五年 嗯 他表现也不是特别的好啊 这个是德国的百分十点六 因为现在都有跌啊 现在都有跌 然后这个是 哦 这个是推特啊 特别把推特拿出来 是因为 嗯 虽然说美股在跌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从 今年一月一号到现在 推特 涨了百分之六点四六 虽然说其他都在跌 但是他在涨 为什么 就是因为马斯克他收购了推特啊 就是这两天的 就是前两个星期的事啊 他推他收购了一部分 然后现在就是全部的要将他私有化 所以呃 昨天的新闻说收购成功 所以股票又大涨了啊 这个就是推特的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这个是整个的这个 整个的经济 就是因为你你看一个国家的一个经济情况 你主要其中一个指标 你是可以看他的这个呃指数啊 他的指数 比如说美国你又看SPN500 然后中国的话你就看上证指数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好 呃 刚刚一开始就引述了 那接下来的话 可能随着美国的加息 那风险资产也就是说美股啊 包括币他可能都会有再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震荡啊 什么时候通胀指数达到了一个高峰点 开始往下走了 什么时候啊 股市可能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回暖了啊 OK好 那么说了这么多 我们其实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主题 就是说在现在这种情况状况下 那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或者说我们可以考考虑哪几个领域 那我只是说我自己手上在做什么啊 然后我自己呃手上拿的美股最主要还是能源 以能源为主啊 以能源为主 比如说这个黄金的关于关关于黄金勘探的啊 还有这个天然气啊石油的啊 最主要是黄金勘探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黄金 它是这个叫什么对抗呃抵制风险的哦 抵制风险的资产啊 抵制风险的资产 所以啊一般来说在这种时候 经济率的时候一般来说黄金 它是啊会往上涨的啊 当然我没有去买黄金 我是基本上买的是参加他们的一些这个content的矿业的公司的私募啊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的就是刚刚我们有看到SN的SPN的500到现在年初到现在已经跌了百分之跌去了百分之十二个点啊 跌去了百分之二个点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还可以还可以 我这边的话这个还有十六还有百分之六的这个盈利啊 这个还有四点五九 但是这个不可能所有的都盈利还是有一些亏的啊 还是有一些亏的 但是因为我目前就是参加美股的话以私募为主 因为你就参加私募才有可能拿到尽可能的一个低成本啊低成本 所以我这样都会去找一些私募的机会啊 包括这个还有百分之四十五点七的一个一个一个利润在这儿啊 这个也是采矿公司啊 这个碳中和就比较惨啊 碳中和我记得这个是我去年八月份参加的一个私募 然后最高的是我盈利的百分之一百多 然后现在就已经跌破了这个私募价了哈 但是因为我是长期持有的他因为碳中和 它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一个怎么说呢 呃新兴的一个行业哈 因为很多人他还没有还没有了解到这个碳中和的这个重要性 碳就是碳配额啊 我们叫碳配额卖碳配额的包括在中国也有很多的交易所 只是说个人可能没有没有办法去参与 那大家还没有引起重视 但所以这个呢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三年五年的一个规划 那么我还等着这家公司 因为这家公司它是第一个呃 上这个美交纽交所的这种碳配额碳秀额的这么一家公司 第一家这这个领域的这第一家 所以呃我还是不要看好他的所以是长线投资哈 所以现在跌一跌就也无所谓啊 拿个三年五年然后等他这个公司盈利然后开始分红哈 OK这个就是关于美股的我主要就是能源方面的哈 因为风险的话相对来说小一点吧 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期的时候 OK然后还有大家都知道我有做这个期权啊 在这个时候啊因为期权它是你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 它都是可以做的比如说你是熊呃牛市的时候你可以买 买这个扣也就是说说白了就是买买涨啊 或者或者说呃对就是买涨买跌而已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putput就是买跌的哈 就是买跌的我们这我这边四月份 其实四月份成交的都不多哈 我以前一个月现在都已经快月底了 我以前一个月能成交十至少十多个二十二十个啊 今现在这个月到现在才八个才八个平仓啊 才平仓然后这个是百分这个是过期的哈 就是百分百亏的这个就是期权的一个风险 就是说你要么就如果亏的话就一分钱都没了 就是比如说那五百美金去买的 然后有可能五百美金都没了 就是百分百亏掉哈 就是就是这个风险 他他赚的话因为他是带杆杆的 所以赚的比较多 所以在进入进入熊市或者经济衰退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考虑去买跌啊买跌 这个就是在熊市的时候我们要以什么样的策略呢 我之前特别是在去年的时候买买涨 买的比较多就是扣啊 买涨的话他这边这个平仓就比较多 那现在因为他已经进入熊市了 他是要跌的所以我就买跌了啊 这边很多就是铺 当然有一些扣的是呃 比如说天然气 大家都知道这个三月份 二月份三月份这个战争爆发的时候 这些天然气他都是网上涨的 所以这个需要买扣啊 还有这个推特啊 推特呢我刚已经说过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马斯克收购 然后一下子就就那一个晚上一下子就给就就给我平仓了啊 因为我设了指引点的 然后赚了百分之一百多 然后这个月开仓的哦 全部全部都是put 全部都是put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月四月二十一号开呃 开的然后现在盈利已经百分之四 然后这边是四月二十号的 四月十九号四月十九号 这边推特一下子盈利了百分四百多啊 百分四百多 所以呃就是突然的那种利好 突然这也是推特 这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啊 那基本上的话 现在目前的情况在熊市你就要买put 当然要前提还是要选好啊 一定要选好选对这个呃 选对行业跟选对股票 ok好这个就是在熊市里面 我刚刚讲了第一个买 尽量还是有四目的 有四目的机会就买四目 不管是在熊还是牛 有四目的时候尽量买四目 然后能源方面的就是 因为做长线价值投资啊 所以呃不管熊还是牛 耐心等待就可以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期权方面就买 呃可能会更多的轻销你买put啊 买put就他跌的越越厉害 你就赚的越多 就这意思 然后在B方面的话啊刚刚一开始就说了 现在结构还没有确定啊没有确定 所以我还是建议安兵不动吧啊 还是安兵不动等他再跌一跌 等这个五月份的一期会议 看他是不是加五十个点五十个基点 那如果说是加五十个基点的话 可能还会跌一跌哈 然后他跌的越厉害其实就是我们的机会 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啊建议我自己啊是安兵不动的 然后特别是进入熊市或者经济衰退期的时候呢 除了比特币以太坊其他的币可能都会受到比较重的打击 有些币就一蹶不振了啊啊就每一次在熊市中熊市中都会淘汰一批啊 所以嗯因为到了熊市的话就大家买比特币 他只是说作为一个抵制风险的一个资产 当然这个比特币到底现在是风险资产还是抵制风险的资产 现在就没有没有一个定论看叫什么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但是如果说大家有钱的话肯定是先买比特币 他不会说去买其他的这些什么小币了啊 所以嗯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小币一般来说在熊市会跌的比较多啊 会跌的比较多反而这个扛打的就是比特币以太坊 以及排名前十的啊都可以考虑都可以考虑 这个Dogecoin狗狗币是因为这个推特啊 也是因为马斯克的原因 否则的话他是排不到前十的啊 反而是这个AVX啊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把这两个对调啊 然后这前十个都是可以考虑的啊 在熊市的时候 但是还是以比特币跟以太坊为主 那对于我来说的话 可能就是以太坊的这个比重是最大的 OK 然后之前也说过 呃那等一下再说 啊 然后呃在我们现在是谈到币哈 那在币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那一般来说我们就是换成稳定币 比如说UST啊 这个我之前其实也有讲过 我之前一个一两个月之前的视频 就有讲过怎么样去度过熊市啊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需要手上拿现金啊 我说到现金就是稳定币 因为你要等机会嘛 那你你稳定币放在手上 他自己不会说去 神就是数量不会增加的 所以呃我就 基本上现在大部分人呢 就是在这个领域的人后 机构也好 就是投资独立投资人也好 那我们可能都会放在这个这里 因为他的APY 基本上到现在啊一年多两年 一年多都维持在20%左右 不到20% 19.5%左右啊 这个还是相当高的 这个我之前其实就已经说过了啊 我之前就已经告诉过大家 这个好东西 好平台 呃其实我这个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啊 对我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告诉过大家 这个是 呃 这个是呃预计的一个 预计的一个利润哈 这只是这利润哈 一年一年的 这个是一年的 APY是19.12 那我是 这个是基于10万美金的一个数据哈 我一年啥事都不干啊 啊什么事都不干 就这里的分在这里的资金 10万10万美金 你一年就可以拿到一万 要将近两万美金的一个利息啊 利息就是啥事都不干啊 一年十多万人民币吧 两万对十多万人民币啊 这个是我放一部分这个资金的一个地方 但我不会不会说把我自己的所有的 这个都放在 来课里面 因为本身 这个东西也是有风险的哈 就是呃 UST他虽然是算法稳定币 但是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所以风险的话 我可能在这个视频就不会具体的 讲啊 可能会出其他的视频讲 我只告诉大家就虽然说他的这个APY 百分之十九十九点多 但是呃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一个个人的成 风险承担能力以及你的一个资产的配置的一个情况 然后来决定放在里面放多少啊 这个就是关于呃 这个安可稳定币啊 呃也是其中一个方式 在熊市我照常可以赚钱 我 就光是在这里啊 我一个月就有一万多一年十多万 的人民币啊 我说我说的是人民币 然后 呃 比打工的强很多了嘛 对吧 这是这个真的是睡觉躺着赚的 然后还有这种池字哈 这个这个这个也好 还有刚刚的那个安可也好哈 这些都属于defi的领域 那这池字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APR啊 50%多嗯 高的也有高的53的 然后当然这个呢 是你要提供货币对 就是要提供这个配对的啊 提供配对的 比如说呃 这两个CRO跟OSMO哈 啊你一旦有有了这种配对哈 一定要就他就会存在这个无偿损失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个大家要了解一下 这个如何去做 我也有发在这个我的youtube 之前都有发在视频里面 大家可以自己去学习哈 呃 什么叫无偿损失 怎么去计算啊 我在之前的视频都有讲过 这个也是在熊市里面 我们可以呃 可以考虑的一个地方 嗯 当然defi不止这个还有其他的 OK 然后 defi的话 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很多的 就现在出来defi的平台非常多哈 我也在学习跟了解当中 包括这个啊 这个也是 他这个APR也蛮高的 那这个呢 是跟传统的现在目前的传统的就金融 金融市场 他是要有一定关系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 啊 比如说迪斯尼哈迪斯尼 然后Facebook 啊 这个也是也是这个可以去 相当于啊像我的话可能一部分放在 安可一部分放在这个 啊 osmos还有一部分放在这里啊 这个的话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另外出视频再讲啊 百分之 基本上在百分之二十多三十多啊 风险的话 倒是也会告诉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风险 任何东西都是有风险的 啊 只是相对 这个风险相对高跟低而已 有没有这个风险保护机制 基本上就是在币圈的话 除了现在买币啊 我暂时按 按并不动 那么基本上就是放在这里 啊 升息 那你稳定币留着 然后等有机会的时候进去 当然现金放在手上 就放在这里升息 然后还一些这个DeFi的一些池字 也是可以考虑的 但如果说你是比较保守的 那就啊 像这种都可以考虑啊 然后还有最后一种啊 就我目前做的portfolio 最后一种就是外汇 那外汇 这个我其实之前都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 啊 基本上外汇 因为我自己不做外汇 所以我是托款 托款给公司去做哈 基本上啊 每个星期的话三千多美金 这个雷达不动的啊 雷达不动的 三千多两千多一千多 那因为这里一千多是因为呃 复活节嘛 复活节这个外外汇休假 外汇休假 休市我们叫休市 那外汇他其实是全球体量最大的一个市场哈 因为他没有绝对的一个熊市跟牛市 所以不管你是经济衰退期也好 你是经济这个繁荣期也好 外汇这个领域他一定是体量最大的 而且他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周六周日 一天二十四小时他是不间断的 他不间断的 所以呃 如果你要问我在经济衰退机或者说在熊市哪个在哪个领域是最好的 那我肯定说是在外汇啊 一定是外汇这个毋庸置疑的啊 然后我这边的话就是托管给托管给公司 然后我这边就每个月他帮我去做交易 每天啊每个星期两三间多美金啊 还可以了啊还可以了 就嗯那有很多人会说你托管给别人别人的话 那你这个风险就会很大 没错就是有风险 你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 就包括刚刚那个UST稳定币 他也没风险 他当然有风险啊 因为跟Luna 那如果说跟Luna的这个 PAC关系 他有脱离这个PAC关系 那因为之前也有很多稳定币 最后就不稳定了 所以风险都是有 只是说你从就是你要你要分析他的风险是什么 那你能不能承担对吧 你资金在手在自己手上 他并不一定是最安全的 比如说你资金在你自己手上 你去买了币对吧 你去炒币 那么你会受到自己的情绪的控制 你会受到自己的就人性 他是有弱点的 那你会贪婪 你会恐惧 管理情绪控制的 那么 CFX也就是我说的这个外汇 那他是完全就是EA跟AI的一个 呃一个 一个一个技术啊 你不 不需要去 就是你人去做这个交易 其实风险是最大的啊 这个就是呃他是靠EA跟AI的技术去做交易啊 那这样子的话呃风险相对来说会小一点 当然说到我们的风险啊 我们的风险我自己的就是我作为成员 或者我作为用户我作为会员 那我的资金不在自己手上 这个就是最大的风险 所以你要去了解公司啊 你要去了解啊团队你要去了解这家公司在做什么 其实我们判断项目也好 我们判断所有的就是赚钱的机会也好 我们说其实他底层逻辑都是一样的 嗯 就好像天使投资人一样 我把钱投资到哪家公司 对吧 你是一定是首先是看这个人啊 跟商务本身的行业也要看 首先行业是正确的 然后要看人啊 这是这家公司怎么样 因为他是一个新公司对吗 你没有办法知道他后面到底运营的怎么样 所以你刚开始你在做判断做选择的时候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第一个 这个行业要正正确 第二个这个人要正确 这就OK了 包括现在NFT也是一样 NFT我就现在每天都出来成千上百个NFT的项目啊 但你知道哪个是蓝筹吗 我现在只做蓝筹 因为只有蓝筹才会源源不断的给你下蛋 给你给你带来现金流 包括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个是源源不断给我带来现金流 所以我在做其他高风险的 比如说期权也好 这都属于高风险的 比如说币 那比如说NFT都属于高风险 但在做这些高风险的时候 你必须手上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管道啊 当你那些项目都输了 那些都没了 你有没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管道 而CFX就是我的现金流管道 当然他也有风险 但对我来说他的风险相对来说已经是最低的了 因为综合考虑 我宁愿把我的钱给到一家我信任的公司 我信任的团队 让他们去做交易 然后我收益就可以了 然后自己再去玩一些高风险 比如说NFT啊 比如说币啊 比如说DeFi 其实DeFi的风险也是蛮大的 OK 好 这个呢就是 外汇方面的 你只要把钱放进来 然后他有交易池 公司去帮你做交易 当然了 那个 我们 在下半年 今年下半年应该是可以 连接到自己的这个MT4账户 在外汇我们都用MT4 中国外汇的人都知道 那到时候资金也是可以自由进出的 所以这个 如果说想要了解的话 我在视频下方 会把这个链接 这边有一些 介绍 介绍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 为什么选择新闻小白币看呢 那比特币 因为他是通过比特币入境 进出的 然后还有为什么要选择外汇 外汇是全球 流动性最强最大的 日均交易量多少 历史证明是 遭经济衰退的 所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你你不知道怎么选择 第一个第一个首选肯定就是外汇了啊 肯定是外汇 然后是稳定币 这样啊 这个就是在熊市经济衰退期 我们能做的选择 但是这个不作为不构成投资建议 只是我自己的个人认知 我自己的个人观念 而且我也是有结果的 ok 然后这边这里的话 还有这个预计的一些收益 大家有兴趣的都会了解一下 我把另一话在这个视频的下方 好 然后最后呢就是要提一下NFT啊 呃如果说有经常跟进我这边看我发的一些内容哈 在我在我电报频道里面的人其实都知道我现在呃除了外汇啊 然后就是NFT包括web3的东西我接触的做的会比较多哈 因为呃这个东西确实它是一个趋势来着呢 我会有视频去每个这个项目去分析 当然也是刚刚开始做的啊 大家有点耐心啊 NFT也是我在前两个月在视频里面有提到的 也是熊市里面就是你可以去累积 你的币的数量比如说ETH 因为这边都是呃用以太坊去购买的 那我是可以增加我的以太坊的数量在熊在熊市里 无非就是增加币的数量嘛对不对啊 你放在那里以太坊比特币放在那里 他自己不会增加的啊 所以呃熊市里面还有个方法就是去买卖NFT 然后增加你的以太坊的数量 当然NFT的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自己学习了解之后 然后再下手 所以我会有更多的视频来讲这个web3 web3跟NFT 好那总结一下我今天刚刚说的哈 在熊市我们有哪几个方式 第一个在股票方面尽量去找一些私募的机会啊 能源特别在能源能源领域 能源领域一定是做长期的这个价值投资的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期权 我们做买跌期权 当然一定要选择对哈 在熊市在牛市我们做买涨叫扣 那么在熊市的话我们就是买跌 OK 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呃 币的这个稳定币的质押啊 第四个就是DeFi里面的这个流动性提供 也就是说呃 配对啊 必配对之后质押 那那个就无偿损失 风险稍微大一点哈 这个是第四个 那么第五个的话就是外汇啊 外汇里面我刚刚说了 这个是我的呃 最大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来源 就是你现在其他项目都没了 我还有外汇在给我不源源不断的去产生 我的这个现金流啊 外汇这个是肯定在熊市在经济衰退期首推的啊 外汇领域 一定要考虑啊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DeFi 啊不不 sorry NFT 增加你的以太坊的数量 OK 就是这几个方向是可以去做的 好了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有点长啊 然后也谢谢大家的一个耐心观看 然后最后呢 就是提醒大家关注频道啊 关注频道 如果你想要关注的话可以在视频下方找到链接 或者你可以随时关注我的这个视频更新 嗯 我讲的东西没有虚的全部都是实打实的赚钱的东西 我不会说像 读音上面很多 哎呀 没法说 看了等于没看啊 我那些博主讲的东西 就 我感觉学不到东西啊 不知道就是你看了他们的东西之后你会觉得很迷茫 那到底要怎么赚钱呢 对不对 好 那在这个频道里面我有时候会发一些财富密码 比如说有哪些好的NFT上市了 或者有哪些抽奖的机会啊 抽中了 你可以拿白名单 反正机会还是蛮多的 也很多人跟着我这个入Clonex 然后现在赚了几万美金了 已经至少几万美金了啊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频道 然后嗯 期待 下一个视频 我可能会再讲一些NFT的东西 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 谢谢